很多人认为布鲁克林社区 是除了曼哈顿以外 最具有纽约特色的社区 布鲁克林的很多社区 像Dumbo, Williamsburg, Downtown Brooklyn 最近几年的房地产发展都非常的火热 那么下一个布鲁克林 能够有房产增值潜力的社区在哪里呢 今天我们就和我们的节目 节目嘉宾Sully一起来做一个探讨 Sully你好 非常高兴我们又合作一期新的节目 是啊 程东你好 我记得在前几期的节目你特别提到 你们开发了一些很多co-living的项目 而且这些项目呢 就是在布鲁克林的一些内陆的一些社区 我们都知道这个疫情过后 整个布鲁克林的房地产市场 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尤其是一些内陆的一些区域来说的话 现在很受一些年轻购买者的这样的一个喜好 没错的 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 就是你考察了这么多年 布鲁克林的内陆的社区 最近几年有一些什么新的发展变化 其实你说到内陆的地方 其实它就是在这个Postback Park 展望公园的就是桌边的地方 其实如果你看这些的社区呢 有一些呢就是说在Postsnope那边 就是在展望公园的西北边 其实已经非常成熟 就是我们现在市长住的地方 有些它在公园的 在其他的桌边的很多的地方呢 这些呢其实我们就说 现在看到的是一些叫做贵族化的地方 就是Jetification的这些地方 这些板块呢 这几年呢你会看到 其实它一直是在往上走 就等于说越来越多的 那个年轻的那个专业人士 会进来这些社区 对 而且你是前几年来这个区域考察的时候 没错 和现在就是隔那么两三年 你发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很明显的变化 就是说在那个特别在这个Postback Park的 东边的这一块 就是从北到南的这一块 是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比方说前几年过来的时候 可能原来的比较低收入的这些人群 可能占了就是80%这样 那过了几年下来了 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说这些发展的更快的那些区呢 可能现在只有就是一半左右 可能是原来的人了 就是近来的全都是这些的年轻的专业的人士 对 从这个房产开发建设这方面 你是不是也感觉到这很多的区域有很多的一些新的楼盘冒出来了 对 其实特别是这些社区 我觉得你问得很好 你会就是说你自己开车过来就会发现 就是每一条街道 每条街道都有很多正在开发的这些楼盘 其实你会看到这一个那个就是一个现象 就是说每次就是一些新的这些楼盘 无论它是翻建也好 整个再建一次也好呢 在就是说建好之后呢 住进来的人绝对就是新新新人类 对 所以从房地产的角度 大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看法 就是年轻人往哪里去搬 这个社区渐渐就会发展起来 是的 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道理吧 对 对 对 是的 像过去我们非常熟悉的 像Williams Park Dumbo Downtown Brooklyn 都是这样子一个发展轨迹 对 对 对 太典型了 那这些区域来讲的话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 房价又到达了一定的程度 那大家就想说 那下一批的这些年轻人会往哪里去搬 所以可能就是往就是内陆的区域 直接去搬去 没错 没错 因为其实这些你知道 就是我们说贵族化的这些社区的板块 它一直在成长的时候 一直变得越来越 它完成它的过程 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威林斯堡这样的话 它的房价已经很高了 所以很多其实年轻人 他希望就是可以感受到这种潮流 可是他的那个就是 那个负担还没有到了这个程度 他们就会往 就是一直往里面去走 就是在Broker来讲 就是一直从北往南去走 这样走到一些呢 就是还可以负担的社区 可是里面呢 又有很多他们想要的东西 对 这些的社区 是的 所以我也看到一个专业的文章 专门提到说 就2021年 未来值得期待的一些社区 其中有八个社区 都是在这个布鲁克林 而且是内陆的区域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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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就是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其实比方说我们看到 就是很多我们华人 可能对布鲁克林 都不是说特别特别的熟悉 很多时候一听到就说 哎呀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去 可是你看现在就是说 去一体像您刚刚说的 就是它头十个 竟然有八个社区 都在布鲁克林 而且有很多都是在这一些的 就是布鲁克林 你说的中心地带也好 就是内陆的地方也好 就在这些的地方 是的 而且在这个榜单上面 排在第二名的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社区 叫Prospect Lift Garden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其实对很多的一些华人 还不是很熟悉 但是你已经发现 这个区域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 没错 其实这一个社区呢 大概五六年前呢 就已经有经历非常非常大的那种变化 那它这个社区是很特别的一个社区 就是它是在Prospect Park的 东南边的这个地方 它并不是很大 然后呢 它中心的地方呢 它是历史保护区 它里面全都是 就是说这些的石岩的这种的 连排的那个房屋 你知道那个Broken 另外有个名字叫做Bronstone Brooklyn 就是石岩的布鲁克林 然后就是因为其实这些石岩呢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呢 是在纽约市大量大量的采用 都是这些比较有钱贵族 他们就说十九世纪的浪漫 那个主义那个流行的时候 他们说我前面的这个石岩的房子 要非常漂亮 你看很多有圆拱形的啊 那有褐色的 也有那个白色的 就是米白色的这样的 就是说然后呢 这一些的大量的建筑呢 当时在Prospect Park是有很多 而这个Prospect Nifers Garden呢 中心大概有五条的街道 两条的大道 这个地方呢 大量的有这一种的 就是这个石岩的连排的那个街道 那里面都是绿树成荫的 所以呢政府是政府说 这个地方太棒了 我们一定要保护起来 不能乱动 所以他就说这地方 就是有历史保护区这样的一个 对所以它是很有一个历史底蕴的 这样一个社区 没错 过去来说的话 有很多其实人们需要住在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它周边有很多这些历史的 很有文化的这样的一些设施 也在这个区域 对没错 可是过去几年呢 它还多了很多的东西 除了就是说它原来的 就是说这些历史底蕴 还有旁边有个展望公园 里面有植物园啊 有动物园啊 也有就是一些很多的 别的那个比方说 还有艺术 运动的场所 有湖啊 有运动的场所啊 然后周边的社区呢 其实它也有艺术画廊啊 现在呢 就是说这几年呢 还多了很多的美食的餐厅啊 很潮的这些咖啡厅啊 你知道就是年轻人 其实他们很多都很喜欢 这一种的很古典的这种的食言的建筑 就住在里面 然后呢 就说 然后可是外面呢 又有很时尚的东西 所以你会在这边看到呢 就说有这些的配套 那另外呢 其实它在旁边的地方啊 还有一个叫国王剧院 这个是以前的Michael Jackson 他还没有成名的时候 就在那表演了 里面真是那个金碧辉煌 哇 非常豪华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这一边的话呢 整个的文化的氛围啊 是非常的浓厚 那另外刚才我讲的餐厅啊 什么的 它生活的机能也是非常的 那个方便 还有就是说 很多的超市啊 什么两条的主要的那种商业的大道啊 都一直在这些商店 一直在变化中 就变得越来越时尚 越来越潮的那种感觉 那另外呢 还有它交通呢 也是非常方便 有五条的地铁线 那这五条的地铁线呢 快线呢 大概十五分钟就有到曼哈顿 对 所以难怪这个社区会被评为说 2021年最值得期待的这样一个社区 对 所以它又是一个有历史文化底蕴 同时又能符合现在的一些年轻人 居住生活品质的这种需求 没错 所以是古老和新的这样的一种非常好的融合 一个完美的融合 还有一点就是说 它的房价还没那么贵 因为 这是非常关键的 非常关键 因为别的很多的地方啊 它已经太贵了 年轻人很多 他希望追求这种生活 像刚刚我说到 他们的那个经济实力 还可能没到那一点的话 比方说在这个社区里面 你会看到比方说房价 它可能 每平方尺新建的condo 大概也就是大概900%左右吧 900到1000这个价位左右 每平方尺 每平方尺 然后如果是租房的话呢 大概就是说以一个 于居室的话 大概是2500到3000区间 然后你看你再往那个 就是Downtown Brooklyn啊 Dumbo那边走啊 就4000了 对吧 你在曼哈顿走就5000多6000了 是这种的概念 所以变成就说很多的年轻人的话 他们希望就说很多 他们刚开始工作 没有多长时间 可能在高科技的领域啊 艺术的领域啊 各方面 现在Brooklyn 其实Downtown很多这种的企业 然后他们就希望就说 在住在附近 然后这种的地方 就变成是非常理想的选择 对 所以正是因为你看到 这些社区未来的 这种发展的潜力 所以你们最新的一个开发项目 也选在这个社区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样的一个楼盘里面 坐在里面完全就是一个 曼哈顿的这种装潢的品质 但是出去这个街道方面 又看过去非常有这种历史的 这样的一种产品 没错 就很Brooklyn的那种感觉 很Brooklyn 对对对 所以当时你们在选址 以及在设计方面 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一些考量 和社区怎么很好的融合 又适合年轻人的居住生活 没错没错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Brooklyn 它就是这种石岩的建筑 这很多连排它是一种很有的很大的特色 所以当初我们是跟那个 就请到一个美职的意大利的设计师 帮我们去整个设计这个大楼的 那我们就跟他们说 就说这个理念上我们还是应该保留 这原来的这种社区的这样的一种古典的感觉 当然就说里面的话 你还是因为是就说给现代人住的 年轻的朝人住的 所以我们里面就加了很多的高科技的元素在里面 所以它就是整个是把古典的跟现代的 融合起来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那从开发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造价是不是比一般的建筑要贵一些 因为我们知道这种的石岩的外观的一种建筑 对不对 实际上是成本是提高的 成本高 而且我们其实里面的很多的元素放进去 我们用的材料都是很好的 您刚才可能也看到了 就是说其实我们里面的整个呢 就是说这种材料各方面的 基本上是跟着曼哈顿的那种去这种物料去走的 比方说就是说它里面的 就外面是石岩的那种建筑嘛 可是就是说你看门口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那个是一个 智能的刷脸的这个门禁系统就进来了 对吧 然后进来之后呢 其实很多的地方呢 都是有很多的这些需要很高成本的一些的 那个部分去完成的地方 对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精品式的一个公寓 总共是不是只有八户 对对对对 我们就是八户 那基本上呢 就是说有大部分都是一居十一单元的这一种 不过呢就是像我们在这里面的这一套 咱们就会看到 因为它有七百大概五十左右的平方尺 然后一居的话是很大的 其实基本上呢 现在很多人在COVID之后说 哎我要在家工作或是有个小baby 然后我希望多一个空间的话 比方说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很容易就可以在隔开一个地方 做自己的办公室也好 给小朋友住也好 就是说这个就是 而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客厅啊 饭厅的部分还是很大 所以就是说在空间感上面呢 我们就会很注意这一些 那这是一居的方面 那我们还有两个天台的两居的 也可以是两居可以变成三居的 那个是两层富士的 对 然后还有自己的那个 自己用的天台花园 然后当然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八户 这个大楼是有个天台花园的 那另外 有个公共的天台花园 对没错没错 然后就是在顶层富士 有自己的天台花园 那另外有一套呢 也有自己的那个花园吧 就是一层的地方 有自己的花园 而且我也注意到 其实每一户都有自己的一个户外空间 都有一个阳台 对对对对 你说到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 就是说当我们在设计这个时候呢 这个空间感的感觉 我们是非常注重的 所以其实因为这种brownstone 就是说这种这种石岩的那个 原来的它的这种设计呢 也是它的层高很高的 是九尺 所以我们是保持了九尺的这种层高 一直这个每层都是这样 所以很多时候 因为现代的那个很多的楼房 我们进去可能只有八点多 但当你九层 这层高九的时候 感觉就会舒服 就空间感就出来了 没错没错 是的 你刚才也提到了 实际上在设计的时候 你们已经就关注了说 未来居住进来的 会是什么样一些人群 没错没错 那基本上都年轻人 我们知道年轻人现在有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 尤其现在年轻人都是用很多一些科技的 手机的来操控 那所以我们在整个设计的巧思方面 有没有结合这些元素 或者说当下疫情过后 人们更注重这种安全的 卫生的这样的一种居住环境 所以我们在设计方面 有一些什么新的想法 设计呢 其实基本上就是说 针对这个年轻人群呢 我们首先呢 就是说比方说他们储物空间 大家都需要的 所以我们会有这储物空间 楼下也有一个bike room 就是这个给自行车放的地方 因为很多人在这里 骑自行车就是去Porspect Park的 他们其实平常大街上 周末特别 我会看到很多年轻人在街上 就是骑自行车 所以这些等于说是标配 那另外就是说 你提到高科技的方面的话 就是说除了我们的 就是进门的刷脸的高科技系统 就其实是一个虚拟的门会的系统 就是说会很方便 就是人不在家的时候 这个包裹什么都是可以送进来的 那另外呢 在我们的单元里面呢 这些高科技的系统呢 就包括我们一进来的这个大门 就是一个镜子 这个镜子可不是一个普通的镜子 很大的镜子可以照全身 对 一个穿衣镜在门口 对 然后有一个那个就是灯光亮着 然后就会看得很清楚 然后呢 其实一打开呢 可以有音乐 可以看到当天的气温是多少 然后就是说有很多的智能的东西在里面 那另外呢 就是进门的这个门啊 我们是有一个叫做August的系统 这个August系统呢 现在是就是说被评为No.1的 这样的一个门禁系统吧 就是说你进来一般 我们以前那个就是传统不对答一个钥匙 对应钥匙 忘了钥匙进不来了 现在呢 手机可以进来 没有手机的话 按密码也可以 就是有不同的那种方式都可以 而且还可以就是说遥控 就人不在家的时候 比方说有朋友要过来 我给你看一个门 咚一下就开门了 OK 对 所以除此以外呢 就是刚才你讲到这个安全方面呢 就是其实Covid之后呢 大家都会就是很注重 就说我怎么样 就是可以比较就是 那个减少我的感染啊什么 所以我们也特别 其实这还不刚开始设计 因为那是两年前 我们就开始就是设计做这一个项目嘛 那后来就遇到那个Covid嘛 那所以呢 比方说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的那个那个 就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那个日本的大金空调了 在空调系统里面 我们特别装了一个紫外线在里面 所以大家回来家里之后呢 一打开呢可以先消消毒 所以空调本身有杀菌消毒的这样一个功能 对没错没错没错 是对 而且我看整个我们的一个设计装潢啊 非常的时尚现代 包括我们用的地板的材料 我们的家电的一些品牌 然后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的洗衣机烘干机 这实际上都是曼哈顿公寓的一种标配了 对对对 其实我们在这方面也很用心啊 就是因为其实这个潮流一直在变嘛 现在最新的潮流呢 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看这个地板啊 都是就是说最最流行就是这种的 刷白的用那个橡木地板 橡木地板不不就是说不特别 可现在是流行要刷白的 就是要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工序 那另外呢 比方说我们在那个洗手间里面 卫生间里面呢 我们会有地暖 这因为冬天的时候呢 就是有地暖跟没地暖 就是这个生活的幸福感是差的很远 就差很多 对对对对 那然后还有就是这些细节的东西呢 我们要注意啊 就是比方说镜子是一个房屋的镜子 很大的一个 还可以就是那个那个就是 怎么中间就是旁边还有那个亮光的 那就会照得很舒服这样 那就是那个比方说那个厨房方面呢 那我们也是用这个就是很好的这种的那个 就是一个一个bar table啊 就是这一个食材的 然后现在也很流行就是说这个这个 这个island上面的食材要跟你叫bass the bash 里面的那个是要配合的 对那我们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配套 那就磁砖方面呢 我们是会也有很高档的这种西班牙的那种的那个 那个哑光的磁砖 对对 所以整个这个八户的精品式公寓 经过精心打造以后 那很多的一些观众或者买家就会问说 那这个房子来讲你们是怎么样做一个市场的定位 那如果是一个投资人来说的话 是不是一个投资的好选择 你特别强调你选这个社区来讲 就是看到它未来的一个增值的一个潜力 对对对 其实就是说当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 以前我们在节目也聊过这方面的话题 就是说投资最上层的投资 就是说增值有 然后租金回报也不错 那其实这一种的产品 我们现在就看待在市场上 我们感觉就是说它会比较理想 为什么呢 比方说在增值的部分 它就是说现在的价位 大概在900到1000的这个价位 然后如果我们看传统 比方说已经贵族化完成的 这些的那个街区或社区 从曼哈顿开始看 就是说20年前开始看 到威林斯堡啊这一些 其实每个大概我们看到这个历史 这些数据 这个走势都是900到1000左右的时候 是一个快速的增长期 大概三五年就会完成 其实每一个不只是我刚才说那些 比方说那个Postback High啊什么 就别的都是这么走的 所以其实刚好我们在这一点上呢 这个社区的贵族化的那个进程 已经就是说形成了 它不是说太早期可能风险会比较高 形成而又刚好在 刚开始往上走的这个 这个阶段 快速往上走的刚好在底下 对吧所以这一这个阶段呢 掐准的时候呢 大概三五年可以有一个25%的回报 等于说年回报可能有5%左右 那另外租金方面呢 因为之前我们也做了节目 我们就说我们自己是在这附近 都是在做很多Cold Living的项目嘛 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是很有经验 所以就说我们会帮客户管理房子 找租客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也会提供这一个 每周的这些叫清洁服务 包括卫生间啊厨房啊都会清洁 那就是说在房屋的保养会好很多 也因为我们做Cold Living这一边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租金的收入会更高 那我们预估大概呢 是大概3.8%左右的 这纯的租金收入不是毛 那这里为什么有这么高的纯呢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一点 我要提出来的就是这种的房子呢 它的地税跟维持费都低 特别是地税是非常非常低 就是说这种的新的Colding 跟市面上很多的别的那种新的Colding 比较起来大概就是只有三分之一 那陈农文你做了那么多的节目 你也知道就是说现在呢 纽约有一个原来的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地税减免的这样的一个 政府的优惠已经没有了 421A嘛就已经没有了嘛 所以即便你是421A好了 就是说它给你15 20年 之后你的地税也是这么往上走 而我们这一种的话 就是它一直就是低地税 它就每年每年调整了 所以在整个的维持成本里面呢 就会低了很多 很多时候你们看就说 我的那个毛租金可以很高 可是呢当你减掉这些的那个 如果都是维持费用啊 地税啊 如果是它占了很搭头的话 其实你的存是不高的 所以如果我们从存租金 因为这样的一个角度 能够做到三点多 再加上这一个的那个 就是增值的部分 可能大概5 每年5% 那加起来两个叠加就是 其实每年8%到9%的点回报 而且自己还不需要操心 所有人都事情都别人帮你管了 就这样 对 你该提到了 就是从投资的角度来讲的话 投资人怎么去分析 一个就是房价 你现在提到了 就每平方尺差不多在 900多到1100之间 所以这是一个 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 对对对 我们可以看到 威脸兹宝现在你看 涨到14001500 都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对对对对 也就是三五年就完成了 没错没错 那投资人还会看 这个每个月的 维持的一个费用 你该提到地税 同时我们的物业费实际上也很低 因为我们不需要养一个管理人员 在这个单元里面 对没错没错 比较简单的 对对对 所以投资人还有一个考量 就是说他如果亲自去管理 这个房子来讲的话 其实有很多很头疼的地方 没错没错 你的租客的选择 租客的管理 这个房屋的保养方面 他有什么问题 要不要找你 这些很多自己本身很忙 可能就不会 就是说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那另外还有一点呢 就是关于这一个大楼 刚才其实我们 就是一直在提到 就是说布园这种石岩的建筑 其实就说这一个大楼 它的特点 就是这种石岩的建筑 它会跟一般的别的 就是建起来的房子不太一样 就可能中国人可能说 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可能以比较 大家熟悉的 你看在 如果比较在北京 如果你在北京 你买一个 在同一个地段 你买一个四合院 跟你买一个一般的那种房子 比如说哪一个价格会更贵 哪一个会厚得更好一些 对吧 那肯定是四合院 所以其实呢 在布园也是这样的 你会看到 其实不同的板块 不只是这里 就说如果你在同一个社区里面 这一个是这种的石岩的 这种建筑的外墙 整个的那种感觉 跟一个一般的这种建造的那个房子的话 它的售价就会有点不太一样 对 是的 所以经过这样一个分析来说话 我想大家对这个 Prospect Lift Garden这个社区 以及这个楼盘 应该有更深入的这样一个认识 我们刚才实际上也提到了 这个区域现在是一个发展中的一个过程 对 所以在你对这个社区 未来的发展的前景 你是怎么预测的 我是觉得就是说 因为我们自己参与很多 在这方面的投资 其实投资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抓住 就是说踏准节奏 因为你看到别人都看到好的时候 其实已经后知后觉了 就是等于说 你要再进来的时候 必须在一点上呢 你能够抓住它往上 大量就是往上升的这个空间 这种的社区 它还没有很完善 可以这么讲对吧 因为还是旧的人在出去 新的人在进来 然后也就是在这种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社区日新月异 然后周边都很多都在建造中 在这种的社区 其实机会才在这 如果已经完成好了 比如说现在的威林斯堡 或是Dumbo 哇你进去房价已经很高了 对吧 所以这个升值的空间 或是冷安四体 这种的话可能就是 你就没有办法再掐到这个 它在起飞那个阶段 这个种涨幅 是的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说 就是观众要跟踪我们的节目 因为你在两年前 就提到了一个未来发展的趋势 然后今天这个开发项目 又印证了这一点 所以确实来说的话 Sally 以后希望你能够带给我们 更多这一类方面的房产的资讯 可以的 可以的 非常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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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陈总